去看观音 观音松子 你还想生一个不? 艾莉啊我妈妈问你还想再生一个不? 前面有观音松子 你要还想生一个我就去观音她看一下 妈妈我们等一下去哪里? 到东郊岛啊 现在的东郊岛 我和你前一看就长大不一样了 我跟老妈打个滴滴去东周岛看一下 对东周 这是我这个里面打的最好的滴滴 对吧 哈哈哈哈 越苹果开了 嗯 好谢谢哦 谢谢 谢谢 找到了吗 没关系的铁子 一折的我们就不用打的 好了 我们打滴滴 打到东周岛的入口了 然后两边各种河边的高楼大厦 盖得很好 我妈妈讲 住到东周岛这种河边的房子也是非常的高大 司机讲说今天停的车还不少 所以应该是来玩的人也不少 上午已经开始有一点热了 园区的开放时间是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 11点钟必圆 禁止一切车辆进入 禁止游泳 好了走吧老妈 嗯 老妈之前来过没有 来个 好热呀 好漂亮啊老妈 我跟我老婆Elly来过东周岛 那个时候东周岛还要坐一个小船才能过去 而且完全没有搞任何的建设 就是岛上原来的样貌 我们都有10年8年没来东周岛 岛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对我来说玩是全新的 景色不错看一下景色 这个地方叫东周桥 就不需要坐船了 直接走这个东周桥 就到岛上去了 走吧老妈 哇你看那边景色好漂亮 而且两边都盖起来好多 好高好高的双品房了 老妈你看 那该的 今天人还是少呢 哇 下面好漂亮 你看看 身后这个桥大概有三五百米 走完之后呢 我们就登到东周岛的上面来了 这个电梯不晓得有没有开啊 还试试了无障碍电梯 如果你不想去爬楼梯的话 身体不方便的朋友 像我这样子就可以坐电梯 我们从这边下到地下一层 在第一层啊 然后后边逃浪亭 然后左边有东周富 右边有东周行 可能都是古代的诗歌啊 我们到前面那个东周那个牌子去看一下 老妈 然后这边有古树 这是一棵国家三级保护的章树 有133年了 比我们的岁数都要大一些 老妈 然后这边有一个东周岛的全景图 所以那边有东周的沙滩 有夫之楼西岸服务区 还有儿童乐园 老妈 带小朋友可以来 然后有主服务区 前面有传山书院 我好想去看那个传山书院 前面还有一个三面的观音像 老妈 好我跟我老妈合一个影啊 东周两个字 东周到 好了可以了 东周到搞得真的好 为什么呢 原先就是一个很破的岛 现在是游客服务中心 还有英文 还有日文 还有韩文 三种语言 接待外国游客的啊 老妈我是外国游客 我们去游客服务中心看一下 好多蜻蜓从我头顶飞过 i place our hands 这个东周到原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来过几次 最最神秘的是前面真的有一片 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学校 大家去看呢 就有点像恐怖片里面那样荒废的学校 因为里面真的荒废了 好多的知了啊 那个学校真的是那种民国时期那种感觉的学校 老妈你晓得那个学校吧 不晓得啊 东郊小学啊 叫做东郊小学 原来是小学啊 原来是小学啊 我跟六年还去那个学校看过呢 是吧 好坡的里面没有人 那楼板都坡掉了 那可能还是没有了 我是76年 这个东郊小学呢 是有一个小区管的 所以就这个学校 那时候才来个嘛 只有几个老师 八百一十几年 嗯 快一千年了 八千年了 哇 剪不去啊 那不简单了 应该是岛上最老的去 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呢 我的感觉就是搞得太心事了 我觉得最好是把原先那个原来的样子 比较复原的恢复一下就更好一点 这原先也是木头的 你也搞木头的 这样我就知道原先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 这个搞的是很好看 但是是全新的 就没有以前那个味道 开始在唐达徐青年的晚期体力 我觉得搞得还是蛮好的老妈 他还在想办法 按照原先那个规格再复原 只是说盖的比较新式了 砖头啊 门啊 新的窗户啊 在这个衡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政府1991年5月2号公布 燕峰区人民政府17年4月26号 在这立的牌子 三年前两年前立的牌子了嘛 嗯对 然后这个书院呢共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共建书院 第二个是学在传山 第三个是传山学子 三个部分啊 现在搞成博物馆一样了 里面有各种王传山的历史资料的介绍 走啦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跟刘宁好多年前来的时候 还顺着这个楼梯上楼去了 跑破的 这边传山教室了嘛 这个我都之前进来过 现在进不去了 现在上锁了 你拿着人家去 叫你车梯 你看他里面是个车梯了 搞得小小站 里面还有投影仪 这要搞一个小学那是房间最好了 行程中的海老板 旅程中的海老板 都已经好 学生学生教学生 这就是你的项客 挺享受新鲜空气 是最好的 就好风吹了 Wena,你想不想到这里来读书 来上课 Yuna,你想到这里来读书 语尔子,你想到这里来读书 原园 ali面读书 进来 出会儿 好 还没有完全搞好 还在最后的雕刻 雕刻完了 这个部分就搞完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门 前面有一个门 这个老门以前好破的 是从外边可以看到里边 那现在是个新门了 所以新门上面有写香乙楼 写的是先读哪一句 先读这一句吧 戴京藏绿也一踏对青山 写的好有韵味的老妈 有味道吧 有味道没有 有味道 这个水汹的时候 水位是要涨上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岸边 它要高于现在的水位不少 前面一个休息的亭子 我们去休息喝一口水吧 老妈 可以啊 走吧 这边还有 这边园林的规划也好漂亮的老妈 这个东周岛真的是来 恒阳一定要来的地方 好不好 一定一定要来 东周岛位于燕峰区 在湘江恒阳城区段中央 全长2.1公里 宽200余米 没有很宽呢 总占地面积324亩 与长沙的橘子州 永州的平州 并称为 湘江流域三大州 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 织女的经缩 横梁的八大景次一 今天东周岛已经旧冒坏新年 绿化面积达到24万公里 Gettin' our father's thought of you as mine 这是一个寺庙叫做罗汉寺 这个叫清水步道 意思就是建立在水边的可以散步的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啦 可以 猛看吧 这是弥补一下啦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上次我跟刘宁坐船就是这么过来的 坐了船我们等船 我跟刘宁就坐在这个地方 坐在这个地方等船 等到那个船来了 我们就坐船走了 我还有当时坐在这里等船的视频呢 是吧 对 哪怪你这个你还妈妈了解啊 记得好清楚的 刘宁你还记得吗 Elly你还记得吗 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等船过来 那个时候你还好年轻漂亮的 但是现在也还年轻漂亮 但是现在也还年轻漂亮 哈哈哈 你还想生一个不 Elly我妈妈问你还想再生一个不 前面有观音松子 你要还想生一个我就去观音它看一下 看完了你就会生第三个了 哈哈哈 老妈你还希望我们生一个不呢 哈哈哈 生一个也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还生个女儿 还生个女儿啊 哈哈哈 为什么呢 女儿有威一些 有威一下 吴悠娜有威 还要再来个吴悠娜是吧 哈哈哈 还要搞一个 这个就我们已经走到东周岛的一头 这边是三面观音 一二三三面都是观音 就到东周岛的一头了 我们现在往回走 一点点 最后就在一起 旅餐 穷 选择上午来逛东周岛就是因为 衡阳太热了 我们早上来逛还能稍微的没那么热 衡阳真的太热了 快热炸了 热他妈死我了 怎么离开这个岛呢 我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从刚才已经路过的 那个东周桥过桥回到江东那边 但我想发觉一个更复古的离开的方法 他们说往前再走一点 在父子楼有座比较原先老的轮渡的小船 可以去到江西那边 所以我就想挑战一下 找到那个坐船的地方路道 据说两块钱一个人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 老妈这个两边的景色几好的呀 是呀 你看那边的房子盖得好漂亮的呀 天气如果没有这么热的话 我觉得这个随便走一走还是蛮舒服的 好了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要到轮渡了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轮渡的项目 是东周岛的一部分 叫做谷渡口 就是你原先上岛就这么一个方式 现在还保留了一个方式 但其实跟我好多年前那个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原先是一个大概就做七八个人的小木船 现在呢搞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小的游船 入口 乘客定额257人 扫微信来了吗 自觉投币两块钱老妈 两个行吗 给钱啊 有公交卡吧 可以稍微钱吧 可以啊 有零件也可以玩 有零件嘛老妈 四块钱 有公交卡也可以 公交卡不在这儿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在这个里面 对 好了 走了 好 好了 上船了老妈 这三个两块 走到东周了 坐边银行拿来了老妈 隔着银行检设好一下 嗯 好了 等待一下 准备开船了 做过没有 厚的没这个的 厚的没这个的 哎呀 还要隔着之后隔一来 厚的外套就来 咱们走到老边 好了 我们出发了 这个船订船 订额是50个人 两块钱一张票老妈 好了 出发了 三个的要是两块 好了 跟东周导师再见了老妈 拜拜 我站在树荫底下 他这水就一层一层的从我皮肤里边渗出来 我不敢想象 Ely Liu 你跟吴优娜回来了 还有吴泰达回来了 怎么渡过湖南的夏天 太恐怖了 渡口首则就是61年写的吧 我马上就来到了这个渡口呢叫东周渡口 待会儿通过东周渡口呢做一个小小的船 渡过位于我们湖南省恒阳市的这个湘江的一段 可以看到对面中间一个狭长的小岛上面有一个寺庙 还有很多本地的居民 今天的女记者呢Ely将会带领大家来完成这一趟旅行 大家好我是Ely 我现在呢来到湖南省的应该是在石中西的一个旅游景点 叫做东周岛 东周岛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岛 但其实它是在这个繁华的东西当中 唯一一处可以让人感到疯狂熟悉的地方 尤其是在夏天的这个季节 那可不可以请刘导游介绍一下这个船的资费呢 船的资费 大概几十块钱一个人吧 我们待会儿将乘坐现在正开过来的这个船 到江的对岸去 开场了啊 好现在呢已经是登到这个东周岛的岛上面了 刚刚上来呢这边是会有一个叫做罗汉寺的寺庙 岛上面的绿化呢是非常的好 这边还有竹子 这边还有很多一些这个当地居民的参影 介绍一下刚刚登岛的初感受 特别好特别安静特别优选的一个小岛 嗯 所以还养着鸡呀 很舒服 叫鸡嘛 好看 这里 I've never been known for my cautious sight You should know that I'm well aware 啊 古树名物保安 张树 160年的树林啊 I don't want anything left untried Will you come with me munch? 这个岛呢 厉害就厉害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墙上的课字 船山学院 噔噔噔噔噔 依稀看到 破旧的楼梯 陈旧的教学楼 教学楼的教室 倒塌的横梁 破损的台阶 包括有二层 这个是被乱操丛生 中间有一条小路的通往另外一个教学楼的路口 还在路的左侧 我们看到 种的非常好的蔬菜 问题是 谁来种的呢 噔噔噔噔噔 还看到一个恐怖的女人了 长发 冒名 别吓我别吓我 真他妈吓人 然后二层的教学楼 我们刚刚也上去过了 空武艺人 那边还有更恐怖的是 Elly Libratory 实验楼 一个你不敢去的地方吧 不敢去 早的旅行还在继续 现在呢 走出了刚才废旧的学校 我们来到了 大水塔 同时呢 我们能够听见 鸡生诞之前的惨叫 鸭 鸡好吗 鸭 鸭吧 鸭 对 破旧的篮球场 蓝框已经没有了 这边还有奋发图墙 这里边应该住人了 白天没有人 其实里边人很满 中午12点钟 我们正在等待市区的船 待会我们就会上船 返回到市区是吧 我为大家唱一首歌 有点假的啊 那个叫做 《逃生一救》 啊 《步伐吧》 天目 movies six 有沉领 哈哈哈 这离沙 旧船 你远 Мне 半发生上你的客 山 对了 油点 Singer Henri 東州岛渡船 马上就要登陆 小朋友很多嘛 那么我们由于已经支付了来时的船票 而船票的价格也是创造了新低 往返一元两块 我们一家五口人开车去南越 因为我们是这个山人间 茶叶的味道非常好 假设南越本地的茶叶 山泉的泉水泡的茶 吃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